Hello 我是小葉巴 工黨很大機會會贏得今屆的英國大選 工黨的政策對你和我的財務方面有什麼影響呢? 而在大選之前 又需不需要放貨呢? 或者好像有些英國人那樣 就將他的退休金都拿出來 今集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這條就不是政治、時事評論片 我想要看這些片 大把其他頻道都可以看 反正我就不懂得講時事、政治那些題目 今次講工黨的政策 主要是因為工黨在 現在英國大選的 投票的Pool領先 所以他就比較大機會贏得今次的大選 但是這條片就無意帶任何風向 或者幫某一個政黨 增加他的支持 沒有這個意思的 最近有些報導就說有些英國人 尤其是一些退休的人 他就很擔心工黨的政策 因為工黨很大機會 就會向他的退休金打主意 所以就趁工黨未上場之前 就走去將退休金都拿出來 看得到這條片的你 來了英國都未必是很久 我想都未必 有退休金可以拿 但在其他方面 無論是投資 理財 有沒有什麼要準備 我就不想好像要哄你 看完整條片 簡單來說 我就覺得 以不便應萬便 暫時就沒有什麼要做 但是工黨一向給人的印象 就是 說他一上場就會大幅加稅 至少這個是保守黨 每一次debate的時候 都想把這個 加稅的標籤貼到工黨那裏 就令到選民覺得 會加很多稅的 但是無可否認 看回工黨的政綱 其實他有不少的政策 都是要花很多錢的 工黨剛剛就出了他的manifesto 就是他的競選的政綱 他就很強調 不會向working people加稅 但是反而聽到這一句 我就有一點點擔心 因為以我所知 很多bano visa來的香港人 暫時都沒有工作 或者退休了 或者根本沒有打算找工作 是不是就變了找這些人來開刀呢 但是經過了一些辯論之後 工黨又說他 他不會加income tax 不會加NI 不會加VAT 這三樣稅都不會加 而且連state pension 那個triple lock 他都一樣說 承諾會保留 那三樣主要的稅收又不能加 他又要花錢 那錢在哪裏呢 我覺得 主要有四種方法 第一 就是加其他稅 就是income tax NI以外的稅 第二 就是借錢 但是借錢 他又說五年後 期望那個debt 是會下降的 那第三 就是 說了的東西 不算數啦 說了的政策 到時沒有錢做 就不做了 但是這個當然不會 現在跟你說 如果這三種方法 都不行 最後一種方法 就是把現在存在的東西 剪掉 減低了洗費 令到他可以 做到他承諾的東西 他最後用哪種方法 我就不知道 可能四種方法 都全部用了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就是先看一下工黨 公佈了的政綱 看看這些政策 對來了英國的香港人 來了不是很久 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又或者對一些 將來準備來英國的香港人 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個工黨說 怎樣去開源呢 就是向一些 non-dom status 的有錢人 開刀 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non-dom status 其實就是 英國的居籍 一些不是英國居籍的人 通常有英國居籍的人 都是在英國出生 或者一些人 已經來了英國很久 在20年內 住了15年 就會被視為有英國的居籍 所以如果你是BNO visa來的 你九成九都不是 Domasa 不是英國居籍的 其實這些non-dom的人 在稅務上 是有好處的 是交少一些稅 為什麼呢 因為做得non-dom 不是在英國長大 他其實可能在海外 有很多海外的資產 如果你是non-dom的身份 你就可以申請 海外的資產 只要不回入英國 就不需要交英國的稅 這個可能你也聽過 就是那個remittance basis 但是除此之外 其實non-dom在遺產稅 亦都有些優惠 就是 只要你是non-dom 你的遺產 只是算你在英國的資產 在海外的資產 就不納入英國的遺產稅 那裏 的一部份 所以如果取消 non-dom status 的這些優惠 對一些只是想短期來英國 即是 來到英國 五年六年 拿了護照之後 就會回香港 或者去其他地方 住 他只是想在這裏 拿護照 拿條後腦 對這些人的影響 就很大 因為他到時 就會交多了稅 但是這個取消non-dom status 的政策 其實無論是保守黨 還是工黨 他都一樣會做 其實保守黨在剛剛3月 Spring Budget的時候 都已經是 計劃了要取消non-dom status 在稅務上 包括 海外資產 和遺產稅 這兩方面的優惠 在保守黨的政策 就是他取消remittance basis 換回來就是有4年 免稅的海外資產 還有一系列的 transition 一些過渡的措施 但是在工黨的政策 其實他很大幅度 都是靠 取消 這個non-dom 取消remittance basis 這個政策 去加稅 即是向這些人 抽多些稅 去分其他的public service 所以就算保守黨 現在已經有這個計劃 工黨 去執行的時候 我相信他只會做得更加主 工黨已經等了14年 才有得執政 他又怎會再等多你4年 才向你徵稅呢 他當然是想一上場 就有錢 就給他洗 就立即去推出一些 措施 讓他看到他做到事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將來工黨去 實施取消remittance basis 的時候 他實際上會給的優惠 或者那個transition period 會比保守黨提出的更加少 工黨說他第二個 去找到錢回來的方法 就是去嚴厲打擊逃稅 或者避稅 就想著靠這招 就可以拿到多些錢回來 raise 到資金 就用來資助 public service 好像 NHS 這些 這個方法 我相信是可行的 但是有多有效 我就有一點點懷疑 要了解這一件事 我們首先要了解 什麼是 Tax gap Tax gap的意思 就是 HMRC 其實他會 去預計 去預測 當所有人 是很老實 誠誠實實 這樣去報稅的時候 他是應該收到多少稅 但是到他每年 實際上收到多少稅 又跟他預測的不同 中間的偏差 就是那個Tax gap 而無論是工黨 還是保守黨 他說 希望去打擊逃稅 避稅 這些 用這些手段 去raise 這些錢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 減低這個Tax gap 但是這個Tax gap 其實有些人 可能會有個想法 就是有錢人 大企業 避了稅 不交稅 犯法 但是如果你看回統計數字 實際上 那個Tax gap 為什麼會有Tax gap 大部分在裏面 都是中小企的 就是一些small business 而且有很多部份 其實不是 特意去逃稅 可能是 不懂得報 報錯了 好像我們 一來到英國 對稅務系統不熟悉 只不過報漏了 不是特意去 握稅 即是說 他要去 透過 Close Tax gap 賺回來的錢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牽涉很多人 不是說你一間大企業 你找到他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 recover了很多錢 反而是分散了很多 小的人 Mecheran Marcy 大家都知道 打電話去都沒有人聽 根本就不夠人手 你不加人 不加錢給他 你又怎樣可以 打擊到他 在這一方面 對於我們 來英國的香港人來說 當然是不想 被HMRC 誤會我們 犯法 因為這個會影響你入籍 我相信大部份人 都是想誠實這樣交稅 有幾個方法 第一 就是 不要令到自己的財務 那麼複雜 如果有一些 投資產品 你是不知道怎樣報稅 可能會很複雜去計 可以不投資 投資的那些 產品 不同香港 香港在投資上 買股票 那些就不用交稅 但在英國不是 第二個方法 就是找專業人士幫你做 例如 找Tax Advisor 找Accountant 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又或者第三個方法 就是 多看一些小魚巴的頻道 或者一些片 工黨第三個 勾錢的方法 就很特別 就是向 Private School 就是 Independent School 取消 VAT 優惠 現在 Independent School Private School 收學費 免VAT 這個政策 就很久了 1972年 已經開始實施 已經超過50年了 現在工黨 就說 讀得 Independent School的人 都是有錢人 就應該是 給多些錢 不應該有這些優惠 不過 VAT是誰交的呢 就是 客戶去交 就是顧客去交 就是 Independent School的 顧客就是家長去交 但是我想 也有一部份 的 BNO 家長 他會給自己的子女 去讀 Independent School 因為始終 Independent School 那個支援 和準備 就真的 比起 State School 是多很多 所以如果 兩個小朋友 一樣那麼聰明 一個在State School 一個在Independent School 我相信 在Independent School 讀那個小朋友 因為他有那麼多的支援 就算大家一樣那麼聰明 大家一樣那麼努力 讀Independent School 入到好的大學的機會 都是大一點的 而Labor這個政策 其實就是 希望 一些有錢 讀Independent School的人 他沒有了這個優惠 其實就是 學費要增加 收回這些 VAT 資助 State School 令到 State School的 學生 他們的學校 他們就有 多一點的資源 無可否認 這個出發點 都是好的 不過 其實這樣 就有機會 令到 學費 會升高了 有些家庭 其實他不是說 真的很有錢 其實讀Independent School 都不一定是很有錢 最重要 你也要有些錢 你也是願意 花這個錢 去栽培你的小朋友 但對於一些 剛剛去 可以支付到 Independent School 那個學費 的家長 你突然說 加學費 其實就有機會 令到這一班 的家長 變成 他的小朋友 不能再讀 Private School 就要去讀 State School 某程度上 反而會令到 Independent School 就更加 Prestige 更加是 一些再有錢一點的人 才可以讀得到 令到 一些本身是 中等 中層的 家庭 他想透過 Independent School 給他的子女 有好一點的教育 那個門檻 又再高了 這是不是一個 好的事呢 那就 留待 大家自己去評論 剛才就提到 工黨 他就承諾了 不會加 Income Tax 不會加 NI 和 VAT 但是他又要 花多的錢 就唯有再加稅 那就不加 剛才有幾樣 其實他還有很多選擇 還有很多稅 可以加 例如是甚麼 例如 CGT 例如 Dividend Tax 甚至 加Council Tax 這些全部 他都可以選擇 我覺得 CGT加的機會 都挺大 但我覺得加CGT的影響 對市場 就不會很大 不會因為他加CGT 令到美國的股市跌 美國的股市跌 不會是因為英國加CGT 但如果他加上 賣樓的CGT 這個影響 對樓市就比較大 但他又要幫 第一手賣樓的人 去賣樓 所以他可能會針對 第二層樓的Stamp Duty 多於一層樓的Stamp Duty 現在是給多3% 可能這個他可以加上去 亦都不鼓勵那麼多人做Land Lord 釋放一些房屋出來 給人買 第三就是Council Tax 那麼多Council都說自己不行了 如果你說要加Council Tax 那些Council 當然是開心 而且加Council Tax 這件事 不用工黨自己做的 他放權 給那些Council Council自己懂得搞定 那就不會影響到他 而就算加Council Tax 其實你都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現在你只是硬吃而已 無論是你買樓 即是你自己是業主 還是你租樓 都一樣要加Council Tax 所以這個是硬吃的 無論加不加 現在你都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另外就有些人估計 他可能會把那個ISAR CAP了 最多只可以 放10萬磅進去 就設定一個上限 不過這個我想對暫時 對BNO 香港人的影響就不大 因為BNO也是實施了三年 最多你只有6萬磅 如果他到時這樣做 就最多不入錢 下去那個ISAR 現在都沒有什麼可以準備 另外一個 很多英國人擔心的 就是 工黨對退休金 和遺產稅 那個措施 現在那個私人退休金 即是 Correct Place Pension 或者SIP 戶口那些 其實他是可以免遺產稅的 我上個星期有條片 剛剛就說了 那個 可以把你的退休金 傳去幾代的方法 就是透過 Draw Down的形式去做 最近有些英國人 就很擔心 工黨 會向退休人士 開刀 畢竟支持工黨的 其實大部份 都是年青的一代 年輕人 很多大部份 退休人士 都是支持保守黨 你說工黨 上場 就找他們來開刀 所以他們就很害怕 把他們的退休金 一泡泡 都拿出來 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闖綽的決定 不過我相信 他這些政策 對BNO的人 都不會有很大影響 反正 你來多三年而已 第一 未必是已經退休 第二 就算你已經是退休年齡 都未必有退休金 不過他還有很多事情可以搞你的 例如SIP戶口 即是 本身有那個 Tax Relief 他取消了 這些也是 沒得預計的 即是就算他真的到時這樣做 就不入錢 又或者有些人擔心 他會加遺產稅 各樣東西 保守黨就說 之前傳他會 Cut IHT 但是工黨就不會 很明顯 他只會有加 沒有減 但是遺產稅 這些東西 除非你已經是 有那麼多年紀 如果你說四、五十歲 除非有意外 去到你 百年歸老 要離世的時候 都說二、三十年 其實遺產稅最重要就是 到你走那一下 那個遺產稅的政策是什麼 今天是怎樣 跟你無關的 只要你一路在生 但是 最重要就是 到你走那一刻 當時的 IHT 那個遺產稅的政策是什麼 所以 現在的IHT 怎麼玩呢 其實對你 都沒有什麼關係 另外就是 保守黨剛剛取消了 Lifetime allowance 工黨之前就說 要將他帶回來 但是 前兩天 好像前兩天 突然又說 不會這麼做 所以這些政策 其實是隨時改變的 他一天未實施 基本上 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沒有什麼需要預備 另外一樣 很多人關心的 就是房屋的政策 工黨就說 要蓋150萬間屋 在五年內 其實保守黨也是類似的 保守黨多一點 他說要蓋160萬 如果蓋到這麼多間屋 理論上 都是 Demand supply 你的 supply 突然間多了那麼多 樓市 那個價錢 應該就會跌 但是問題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蓋到這麼多 這些東西不是你說就做到的 你實際上 實施到才行 在工黨那個Manifesto 他也有些 政策 就說他怎樣 去蓋到這150萬間屋 主要都是那幾樣 就是加快審批 蓋多些便宜的樓 一些便宜的房子 第二就是會蓋一些新市鎮 另外就會下放一些權力 給市長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市長 沒有權去批這些 房子的政策 就給一些 權力他們 希望可以加快審批 另外就是會加快 中地的審批 就是會蓋一些高密度的住宅 最後就是 透過政府 去一些 按揭的措施優惠 去支持 首置的年青人 去買new bill 他很強調是new development 不知道是不是政府 很想一些人去買new bill 可能他期望 即是 未來這150萬間屋 蓋出來之後 價錢會比較低 不過呢 我就有一點懷疑 他是不是真的做到 如果你看回 過往10年 英國平均一年 就只是 蓋到 12萬 房子 左右 他說要蓋 150萬 五年來 即是每年要蓋 30萬 即是要比起 現在蓋多 一倍有多 接近蓋多兩倍 那是不是透過剛才所說的幾點 加快審批 就可以做到呢 始終你蓋屋 要人力 要物力 而且不是政府蓋的 蓋屋是要靠發展商的 他們有 配不配合得到呢 我就 覺得要慢慢看定一點 好了最後我就分享一下 究竟在大選之前 工黨上場之前 有沒有什麼要做呢 剛才說過 有些英國的 Pensioner 他就急急 就去 拿了一些退休金 其實這個 就是一個很闖住的決定 因為 你拿了退休金 就 不能放回去 所以 拿了就沒有了 就好像之前 工黨說 會 再做回那個 Lifetime Allowance 過了幾天之後 他又取消了這個政策 所以工黨的東西 都不能說只是工黨 很多政治 政黨的東西 其實他 放了封出來 沒有人支持 可能他又會轉 況且 現在仍然在選 選舉之前 當然什麼都答應你 就算真是被工黨贏了 我相信這個機會也很大的 但是如果他 拿不到 過半數的 議席 其實他又要 去籌組聯合政府 他找誰 也不知道 這些 也會影響到 他的政策 是否推行得到 所以其實在大選裏面 雖然工黨的 勝出的機會很大 但是其實裏面的 uncertainty的 變數 都還是不少 而且就算選完 剛才所說的 全部未立法 就好像之前普手黨說 Cut remittance basis 給四年你免稅 那些 全部未立法 只是說 計劃 而且立法實施 都要時間 工黨就說他在 上一場執政之後 100天內 就會做一些事 做一些措施 就算他真的100天內 可以提出了他的政策 你還是要立法的 而且立法都需要時間 由他 假設他100天 即是三個月左右 三個月左右 提出 提出之後 還要立法 辯論的 那麼 就算到你立法 然後你要去實施 那時候又有一些程序要做 而且有一些措施 不是在一年裏面 任何時候都可以推出的 有些措施 是慣常了 可能是四月 是某月份 才會出的 如果不是可能你累積到 報稅 各樣東西 會很複雜的 所以 他的政策 即是 上場之後 說得來 沒有一年半載 甚至乎可能兩年的時候 才是真正實施得到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什麼變 我覺得是大把時間去準備的 至於說到投資方面 就更加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要做 因為如果 假設你是奉行這個 長線投資的 其實 最重要 最難的 就是要令到自己 不要讓這些 短期的 上上落落 升升跌跌 短期的一些 events 去影響到你那個 持續投資的 策略 雖然我個人的做法 就是 根本現在有很多東西都未定 就不要自亂陣腳 暫時 以不變應 萬變 如果是做開 長線的投資 可能是 保持著每個月買的 就繼續保持著 每個月買 不要理 去大選 那些 因為你是 一個長線的投資 短期的波幅 你是不在乎的 又繼續 用回這個 策略 就可以了 另外在這裡提到 一件事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 觀眾 都是靠現在這個高息的環境 去收息 去維持自己的生活 去做定期 那些 那之前 也有些人 去 預期 英倫銀行 就會在 6月減息 但是現在 那個大選 在7月 頭進行 7月4號進行 英倫銀行 很大的機會 就會 要避嫌 因為他 不想 自己的決定 對 政治 有影響 如果他在大選之前 減息 有機會 就會被人說他是 幫現任的政府 所以 現在的估計 最新的估計 都是覺得 6月中 不會 減息 最大的機會 就是要等到 8月頭 才減息 所以 高息的定期 或者 活期的存款 高息口 有機會 就會維持 多一個月 去到8月頭 英倫銀行 比較大機會 會減息 希望今天的分享 會幫到你 我是小月巴 我希望透過這個頻道 可以和你分享我在英國 學到的理財 投資 稅務 遺產規劃 這些的心得 從而令到你和我 在英國的生活 都更加好 上面這兩條片 是和今天的 topic 有關的 有興趣可以看下去 喜歡這條片的 歡迎你like share這條片 給你身邊 關心的人 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下我小鈴 還可以follow小月巴 在英國 Facebook page 和IG 有意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今天 多謝你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